好 那我請教創下 我剛剛講 我特別觀察到 台灣現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特別是除了政黨 本身有藍綠白三黨的結構之外 不同族群也有不同族群的結構 剛剛講韓粉是一塊政治能量 然後網路世代年輕的女生 在燒的是性騷風暴 那個在IG的同溫層當中 跟臉書的同溫層 是燒得很高的 所以真的很像區塊鏈 就是這裡一塊 那裡一塊 那裡一塊 那每一塊有一些議題 跟這個政治立場上 事實上是直接對立 直接衝突的 所以以前傳統的台灣的總統大選 只是一個比方說統獨的對立 然後親中反中的對立 好 那是一個對決 可是我感覺到今年的選舉 有多重議題的對決 然後呢 國民黨內部就有內部的對決 以及整個社會跟國民黨的對決 所以剛剛講到郭粉或者韓粉 這零零種種的議題 勝貨挺不挺九二共識 王滬寧今天再講 王滬寧今天定調 堅持九二共識 堅持統一中國 所以王滬寧的九二共識沒有一中各表 他的一中就叫做統一中國 好 那王滬寧講這樣的九二共識 就是國民黨認不認 侯友宜認不認 所以這零零種種的議題 都直接衝擊於選戰的攻防 剛剛你講的那種各種區塊 在選舉裡面就叫做歌喉戰 我比如說把各種的區塊都分出來 然後分出來之後就是這個區塊裡面 我哪個部分可以爭取一點 我哪個部分可以爭取一點 然後這個呢 可是侯友宜現在內外交迫到 這些議題都跟他無關 包含是王滬寧是找了新黨 他要去借選都已經借到是找新黨了 去講出這個議題 那為什麼當然是逼著侯友宜 可是侯友宜到現在為止 剛剛你講的姓平的問題 台灣的人員的問題 各種問題 侯友宜根本無心處理 他也沒有人力處理 侯友宜現在忙的是 當他變成小三之後 他現在化身叫做飯局哥 到處去吃飯 去蹭飯局 打卡罩 可是飯局哥你要用心嘛 他剛剛不只是不用心 不熟悉而已 他今天還出了一個狀況 現在友台正在大作 他還把別人給降級了 什麼意思 什麼降級了 就是 他昨天去了竹竹苗嘛 楊文科的主場 四年級聯誼會 那主人是楊文科啊 楊文科也幫他做了一個局啊 對不對 大家也講說 宣明志也同框啦 林文就趕快要講啊 高宏也出來了 連那個西瓜套都來了 對不對 可是呢 今天他們在聽 侯友宜出來講的 這次訪問的時候 楊科長 楊科長 他把楊文科叫成楊科長 哇天啊 人家幫你做了這個局了 你楊文科縣長 簡稱楊科長嗎 哇 你這個東西的誠意在哪裡 我打個岔 連我都叫得出新竹縣長楊文科 那我之所以叫得出來 首先第一個是 新竹吵很兇的時候呢 這個宣明志去找楊文科 再來我看到一個很奇怪的指標 宣明志在挺高鴻安 幫他喬這些條要咖 跟組織動員的時候 楊文科 他也先找楊文科 那所以呢 就我的理解是 楊文科至少在新竹 是有一定的政治的盤跟能量的 那楊文科在這裡頭是 關鍵人物跟關鍵角色 那侯友宜要回去修復跟宣明志啊 跟民眾黨 或者跟郭台銘的關係呢 這一個宣明志跟楊文科 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角色 但是他把楊文科叫成楊科長 是美麗島電子報 你叫竹竹苗 一直是藍軍的大本名 大票倉 過去寒流在全世界怎麼倒 但是在竹竹苗都是撐得住的 可是侯友宜在美麗島電子報 戴麗安非常不高興 因為他覺得他被輕視了嘛 說是帶風向民調 所以公布第二份嘛 這裡面竹竹苗 賴清德 是幾乎竹竹苗是28.6 柯文哲27.7 你的本命區 還不只是這個最藍的一個票倉 22.9 22.9 那你今天有這麼 所以竹竹苗 柯大於虎 柯大於國民黨嘛 因為竹竹苗對於柯文哲來講 他有一個高洪安 以及他出生老家 本命在新竹 然後現在這裡面 其實現在竹竹苗三個縣市長裡面 楊文科又是連任的 而且他又當過中科管理局局長 跟這竹科最有關係 跟苗栗也有關係 他做了一個場子 結果你受訪的時候 你可能口誤 可能太累 都沒有察覺 沒有察覺現在被友台拿出來大笑 還把楊科長放三次 那你看這樣子的狀況 你怎麼去統合人家呢 然後吃飯做飯局嘛 然後林維州趕快又是宣明治同框了 那這樣子你去吃人家的豆腐嘛 你去國民黨最熟的大家都知道 人前手前手 背後下毒手 你把人家弄來一個同框 你看高洪安的臉 其實是非常勉強的 但是這是一個場子而已 你就把它做成是一個合照 你做成這個樣子 就好像硬吃人家說這叫整合 所以現在你怎麼辦 然後另外一個中午吃飯的時候 看到了叫一個中常委叫周夢隆 周夢隆他是南部的 下去跟人家好像要友誼一下嘛 對不對 友情一下嘛 完全不熟 彩鳳 他自己在喉彩鳳 但是另外一個我們在南部那個中常委 中常委 吳怡丁 不是人家說周夢隆 哦 夢隆 然後又看到了吳怡丁 怡怡怡怡怡怡怡 然後禮物 叫不出名字 叫不出名字 這個其實就是昨天陳玉珍講的 很不熟 你不熟嘛 那你不熟你跟人家沒有感情 你現在怎麼去動員人家來支持你呢 所以他現在真的很麻煩 那很麻煩之後 然後國民黨的秘書處也是很奇怪的 老三餐盒又給人家笑死了 可是這個整個情勢下去之後 侯友宜現在更麻煩的是什麼 很多他的人就開始 國民黨還在放話 放話是什麼 他們把昨天的美麗島電子報 稱為是說短短的10天 侯友宜就反彈了4% 那人家就笑了 那你只要每隔10天反彈4% 到了100天之後你就是62%了 你就穩贏了 大家已經開始笑 國民黨進入RQ狀態 而這RQ狀態裡面呢 他現在侯友宜呢 他其實我們上網去查 總是這個時候你要成立後援會吧 你要成立粉絲團吧 侯友宜有沒有粉絲團 目前有好幾個 可是加入的人員呢 大概就幾百個上千個 你沒有聲量 他說沒有關係 開始要去找有聲量的人來挺他 可是現在真正有聲量的就叫做韓粉 那韓粉是怎麼有聲量呢 剛剛我們不是講的喝喝嗎 侯友宜那個評論 侯友宜今天也不高興嗎 你知道開始轉傳 比特王昨天拿轉傳的時候 4個小時充流量40幾萬 哦 所以這個才叫做流量密碼 所以侯友宜的這些是那些韓粉 那些直播組的流量密碼 那這些流量之後 那你侯友宜只是在那邊 然後接著就說他也要造勢 他也要開始在新北造勢三千人 郭台銘那天下大雨 人家說人是少了一點 郭台銘在那邊 郭台銘隨便移動 也是號稱萬人 你在你自己的本命區 然後也只有三千人 所以侯友宜現在真的是整個情況 真的是撐不起來 撐不起來的時候 所以小立元才說政治休克 而這個政治休克裡面 還有一個狀況 是因為有很多人真的都收到了 就是他們說他們接到電話 是誰做的不知道 可是那個公關公司 或是還在做民調 那民調的問題問得很特別 第一題問的是 你認為侯友宜是適合代表國民黨嗎 OK 然後第二題你認為郭柯和比較好 還是柯郭和比較好 後面一題是 你覺得郭台銘獨立參選 你認為怎麼樣 所以外傳導郭在做民調 可能是這一個系統 而且現在我本來是在上禮拜四 看到老虎兵團有人貼 就現在是也有記者也有看到 然後李正浩也看到 而且是不同的電話他們公布 所以郭粉們都在那邊通知說 大家要收好電話 所以其實侯友宜 如果現在沒辦法站得起來 沒辦法挺得起來 小三餐老三合餐 可能要吃很久一段時間了